不知由何時開始,中國人就要離鄉別井 不知由何時開始,中國人就要留來半生 離鄉總是帶著一份無奈,半世辛酸 別井同時也帶著對異鄉的一份稀奇和盼望 一個個留在海外的中國人,或者無名,或者無姓 都曾經搭著遙遙長路,遠走他鄉 今天,我們再次搭著他們樓下的足人 走過他們走過的長路 嘗試記錄他們為中國人在他鄉寫下的故事 Pourquoi人家說沒有想到四天 做喜好你們不中! 大軍vi 烏鲲 烏鲲 齊青 北極烏毒而冷清 北極的冷令人雷卻目 生存是征閘 生命是脆弱 北極的寒 令這一片土地千百萬年 都孤獨地搶上冰船之下 寒風煞煞 吹分一片船海 白無邊無際 無開始 無終結 北極的故事是一個孤獨的故事 中國人看北極的故事 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北極面積遼闊 北極通常是以北極圈 也就是北緯66度33位階 北極圈地區的總面積 多達2100萬平方公里 其中大部分包括北冰洋的海域範圍 陸地就佔800萬平方公里 當中俄羅斯、芬蘭、瑞典、挪威、格陵蘭 以及加拿大和美國阿拉斯加的部分地區 都是在北極圈的範圍之內 要在中年冰封極度嚴寒的北極生存 是一件艱苦的事 在阿拉斯加地區 又曾經錄得涉至 零下62度的最低溫度 在孤獨的大地上 似乎只有天聖克古內來的愛斯基摩人 才願意世世代代留守極地 和冰雪為武 究竟在人口異常稀小的北極 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中國人的故事 攝製隊一行五人 由香港坐飛機向極北進發 首先到達阿拉斯加人口最多的城市 按喀拉斯 然後再北上進入北極圈範圍 攝製隊終於踏足北極 最低於攝氏零下20度的氣溫 一下子實在很難適應 在風雪之下 視野只是在100公尺之內 對於從未踏足過北極的攝製隊 北極就只是一片白色 假如說北極 是一片被上帝遺忘了的遠古航光 我們現在就是向著這個 近時未受時間影響過的國度 進行探索 極地瘡窮下 一切生命都顯得渺小 但是當他們集結 白色的大地之上 就會出現一棟棟 矮小的平房 散聚有志地組成一條條小村落 在阿拉斯加的北極區 總共有11條愛斯基摩人村 今天的愛斯基摩人 大部分已經不是住在冰屋和坐雪車 而攝製隊抵達的這條愛斯基摩人村 叫做科茲布 是阿拉斯加北極區 其中一條最古老 也是最大的愛斯基摩人村落 人口大約有3,800人 其中八成是愛斯基摩的恩魯柏特族人 到了今時今日 仍然有不少的愛斯基摩人 要靠打獵為生 我們可以在村內 見到他們將捕獵回來的純綠角 放在屋外 展示家族在冰雪上的戰績和傳統 我們在淒冷的北極 尋找中國人的故事 而我們尋找到的 是一個中國人 為了逃避一段創痛的感情 揭然一生 遠走北極 尋找自己的故事 那你到現在在北極住了多少年 我1995年搬來這裡住 為何會搬來北極這裡住 是幾年前 離婚後 才會上來 那離婚和搬來北極是兩回事 為何你離婚後會選北極這裡住 我喜歡這裡比較清靜 可以尋找到自己 為何尋找 慢慢地學一下 每天找到有多少自己 尋找到多少 不知道會找到甚麼出來 北極寒風刺骨 冰雪無情 但是都比不上一段失敗的婚姻 那樣 令37歲的John 李成恩 內心感到冰冷 痴痛 在香港出生 長大的李成恩 十四歲 十四歲跟隨父母兄長 去到美國定居 八一年 和前妻結婚 育有兩個兒子 但是在九五年 一段十四年的婚姻 最終仍然以離婚作為終結 這次婚姻失敗 亦都令到她決心留在北極 自己脾氣又不好 或者 或者我找到其中一件事 就知道我自己脾氣很醜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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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曠的地方 有時候可以自己清靜地想想 想想自己以前做過的事 你這樣 因爲這個婚姻而搬來北極 你算是逃避現實嗎 可以是這樣說的 這裏是村裏面 一間學校的棄置課室 課室裏面 堆滿了雜物和裝修工具 看起來 像一個工場多些 裏面還有一個 面積不夠一百平方尺 只是容納到一張木床的房間 而這裏就是現時李承恩 在北極的家 但是在這裏 我們找不到家的氣味 和家的感覺 但是住在這裏 我看的設備好像很簡陋 其實那些設備是否教的 設備 教的 就是看你怎麼習慣 你慢慢 就好像煮食這裏 沒有爐頭在這裏 我習慣來到這裏 就出去買食 如果不吃餐館的食物 就去超級市場買蘋果 就是算一頓 那那些床鋪皮單夠不夠呢 我也是睡睡袋 我每趟回來 我洗了床單之後 我就自己睡睡袋 一個人由大城市 搬到來簡樸克虎的 愛斯基摩人村生活 無論走到多遠 李承恩放不下的 仍然是對前妻和兩個兒子的 一份複雜感情 當中有愛 仍有傷害 你想不想他們嗎 當然想他們 也想我以前的太太 但是她已經再結婚了 她開心就可以了 你的婚姻都在四年前 已經在四年前已經失去了 那你有沒有想著再婚 找過第二個對象 不會有這回事 暫時未曾想過 因為你很喜歡你的太太 心底下或者是 所以我一直都未曾想過 要找第二個太太 今天 李承恩的前妻已經在婚 帶著兩個分別是 十三和十四歲的兒子 長居三藩市 一個中國人 在北極生活了四年 李承恩已經能夠完全融入 愛斯基摩人式的單純心 很多人都欣賞到愛斯基摩人 那起初 你最初接觸愛斯基摩人 你的感覺怎麼樣 覺得他們大部分都很單純 他們的生活方式 和他們對人 都很開朗 不會好像大城市的人 第一件事就計算 你可以在你身上拿到什麼東西吃 人物居住在北極地區 至少有一晚 長居北極的愛斯基摩人 是地球上生活條件最艱苦的種族 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樂天之名 與世無憎的民族 他們生於冰雪之上 死也是場面冰雪之下 時代變遷文明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但是同時也在殘食他們的傳統 在阿拉斯加的北極圈內 阿John李成恩是唯一一個 長期居住在愛斯基摩人村的中國人 對於這條科茲埔村了如指掌 現在你們看到白色這一棟 是這條村裡唯一的銀行 所有人的出糧和支票 全部都是直接進這間銀行 前面這部機是City拿來鏟雪用的 即是屬於政府的? 是市政府的 即是逢出冬天就會出動的? 是的 這裏就是這裏的監獄 他們是警察局的辦公室 通常是甚麼人? 海斯基幫人犯甚麼罪才會被監獄? 多數都是學懷酒那一代 喝酒、喝醉酒 沒有甚麼大件事 都是公眾喝酒、喝醉酒 他們就抓他們進去 喝醉酒就要坐牢嗎? 喝醉酒在公眾場所喝醉酒 可以拉進去坐牢 不過有兩度好 不會在外面冷死你 最冷的時候 12月、1月、2月 是最好的時間 去到北極光 北極光是熱的嗎? 整個天都不同顏色 有紅色、黃色、綠色或藍色 他好像銀幕在上面跳舞 離婚之前 李承恩 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踏足北極這片白色絕跡 但是一個工作機會 令他決定放下以往的一切 隻身走進北極 這裏有一間公司找我 在1995年打電話 問我幫他們做 我說我對城市生活都很厭倦 我就從這裏幫他們做 做完一份工程 當時抬一份工程 四十多萬不是很大的工程 但是做完之後 他們一直叫我留下幫他們做 本身的職業是水管工匠的李承恩 現時受聘於科資部附近二十多間學校 負責校社裏面一切喉管的鋪設 和維修工作 很多時候 都要來往幾條愛斯基摩人的村落 一有工作 就要周圍搞 可以說四處為家 但是這裏的水管不是每個人都有經驗做 就是北極的工作 很多東西都不同 和普通暖的地方做的 最主要有什麽不同呢 最重要的問題 那些大水管十二寸 十四寸 埋在地底十尺 如果你冰凍了它 你穿爆水管 你就會有問題 你整條村都沒有水 附近十一條愛斯基摩人村 二十幾間學校 由防火系統 暖氣系統 以至供水系統 都是由這個中國人一手包包 我看見你身上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那些其實是否你經常每次出去都會帶那麼多工具 不是 差不多是習慣 隨便袋著袋 好像你的筆和紙這樣袋 有什麽工具 一個電筒 刀仔的鉗 這些很簡單 這些差不多經常都會帶一袋 因為 你開尊重的工具 有時候 你要服務它 或者停在那裡 你打不著火 或者 你要拆 多一點點 你也要懂得 拆到之後 你要懂得陷入 是 暴風雪 嚴寒 低溫 在北極生活 每一天 都是人 和大自然的角力 攝製隊 由嚴熱的香港 去到漫天風雪的北極 每一天遇到的困難 都是意想不到的 即使是再好的汽車 都會遇上被冰雪所困的局面 每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 攝製隊 都要在海峰嵐烈的戶外 等上幾個小時 直至有人救援 真正可以在北極的雪地上 任意中環的 就只有傳統的雪狗車 和文明帶來的雪地電單車 這些機器是我和一個朋友借回來的 這些機器 就好像以前西部牛仔片那些馬一樣 他們是靠這些代步 生活 出去打獵 和打魚 這些是他們唯一可以用的機器 那就是 滑倒和鞋 那就是 1960年 科技的改進 將雪地電單車 引進入愛斯基摩人的穿落裡 由於在速度和操控方面 文明遠勝於傳統 於是 雪地電單車 逐漸取代 原有雪狗車的地位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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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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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是必須品 李承恩本身就有三部這樣的雪地電單車 對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四年的李承恩來說 要開動這部機械都不是說這麼容易得心應手 而對在城市生活慣的攝製隊來說 只是看著他們開動雪車引擎 已經感到非常吃力了 他們越辛苦拉動引擎 攝製隊就越感覺到這次旅程的艱距 因為在未來的日子 這些雪車將會成為攝製隊在雪地上的代步工具 也就是代表攝製隊將會每天都要這麼辛苦 才可以開動這部機器 李承恩在北極的水喉像工作 一年只工作十個月 其餘時間 他為了更加接近大致意 會開雪地電單車去到更荒謬的野外 和愛斯基摩獵人一起打獵 而他也是在北極唯一一個持有獵人牌的香港人 我拿的是Subsistent Fishing License 就是靠食物 打獵去拿動物的食物 為了要深入了解 這個中國人怎樣在蠻方極地生活 攝製隊決定和李承恩 一同向距離科茲埔村 六十里外的荒野進發 現在我們正在嘗試 愛斯基摩人專門在雪地穿的鞋 因為我們發覺我們自己穿的鞋 在這麼寒冷的天氣都勉強 但是我們一會兒要坐三個小時 慢車去另一個地方 如果長時間暴露在空氣裡面 我們的鞋就頂不住了 我們就唯有來到這裡買一些 愛斯基摩人專門穿的鞋 他們這些鞋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裡面很多毛 可以將外面的冷氣隔了 由於極地危機四伏 而攝製隊又將會駕駛雪地電單車 在結了冰的海上飛遲接近三個小時 於是李承恩出發前 向攝製隊小心丁足 你如果要跟著前面帶頭走那裡 你不要跟太近 你不要留一百尺 起碼在你前面之間 你跟著單線走 因為你不習慣的路 如果你走開了不是路 你會沉在雪裡 如果你是新的雪沒走過 你不要停 李承恩要在北極尋找自己 究竟這四年 他在北極尋找到什麼人生啟事 我寧願打死老婆 比打個人 明晚攝製隊會和李承恩深入北極更荒木地帶 在山林雪嶺間暴獵順鹿 有幾隻鹿呢 在那兒走上山 在山上山是嗎 在冰海上作動釣魚 在更惡劣的荒野 惡愛斯基摩人 如無飲血的懸恥生活 究竟北極大地上毫無修飾的生活 會為李承恩的婚姻 人生帶來什麼反省和啟事呢 明晚北極蒼蠅行